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纯正红薯粉的制作方法 今天超市搞博动 这个红薯红薯八毛一斤 我买了16斤用它来制作纯正的红薯淀粉 小时候我们家红薯分收了 妈妈年年把红薯做成淀粉 我们在河边洗红薯 和妈妈一起洗淀粉 然后再请师傅做成纯正的红薯粉条和框粉 现在特别怀念以前那个味道真好 现在把红薯清洗干净后 咱们做的少可以把皮削一下 也可以不去皮 我们下期天才会 我们下期天才会 的时间 也是 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少数人还用这种最传统的方法来制作红薯淀粉 现在这些就是洗出来的淀粉水 然后静置沉淀5个小时左右 剩下的红薯渣没有用了 可以用来当饰料或肥料 5个小时后这些淀粉液已经沉淀好了 然后把盆里面这些清澈的水倒掉 盆底沉淀好的淀粉水已经粘固了 盆底剩下的就是沉淀好的红薯淀粉了 再把盆里的淀粉藏下来倒入一个盆子里 再加水把淀粉搅拌化开 再次把淀粉水倒入绿袋里过滤一遍 这样做出来的红薯淀粉会更加的细腻 再静置沉淀两个小时就可以 两个小时后把沉淀好多余的水分倒掉 剩下的就是纯真的红薯淀粉了 然后用铲子把淀粉铲下来 放入纱布中 整理平整 用绳子板上 挂起来晾两个小时 把淀粉里的水分晾干 这样更容易让淀粉里的水分晒干 也可以直接放入容器中直接晒 两个小时后把沥干表面水分的淀粉切成薄片 这样虽然比丝淀粉直接晒多一步步骤 但是会更快的把淀粉完全晒干晒透 然后把切好的淀粉均匀的铺在案板上晒干 晾晒期间要勤翻动 让淀粉彻底晒干 第三天这些淀粉已经完全晒干了 可以用擀面杖打成粉末状 也可以放入铺笔机里把它打碎 铺笔机几秒钟就可以打得特别细腻 打细腻一些 这样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好了咱们这个红薯淀粉就做好了 纯手工制作特别纯正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装入塑料袋里保存就可以 最后得到了将近两斤的红薯淀粉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